你跑这么快干嘛 怕你先跑了 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到了你就知道了 那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我只是想跟你做同桌 你居然还是只想撸我 不不不 不是撸猫的想法 那是什么 叶宇伟 你对我又是什么想法了吗 我 没有想法 据不完全统计 你偷看我睡觉的次数是21次 想伸出手摸我是34次 对着我无缘由笑是47次 叶宇伟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想多了 若是你对我的想法跟我对你的想法 其实是一样的呢 所以说 其实你每次都没有睡着 你不睡 我怎么敢睡 我打呼了会吵到你 我分开手 你能看到什么颜色 红色 太阳的颜色 白色 天空的色彩 南白色 天空的色彩 北色彩 很明显 义时 地匙 尊宇伟 南白色彩 你不看说 是你心中的眼色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了吗 你像是守住戴兔的一头野兽 是我心甘情愿地撞了上去 大家安静一下 这是我们班新来的理科生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宇维 宇宙的云 维护的维 叶宇维 那不是文科班的第一吗 传说中历史95 政治98的叶宇维 大街想怪什么 叶宇维的文科成绩 哪次成绩不是玩对我们 这些理科班得抓着 不过看文科成绩那么好 怎么转到我们班上了 叶宇维也太白了 好想知道他用的 什么牌子的防晒霜 防晒系数是多少的 不得了不得了 这像和老大的江湖地位不保啊 刚刚和老大往里面看了一眼 安静 你们说的没错 叶宇维同学 确实是文科班的尖子生 不过人各有志嘛 最终叶宇维同学 还是放弃了李老师的一班 投入了我们六班的怀抱 叶宇维同学 我们就坐到和尘汉旁边的位置吧 嗯 为什么 这可是我的私人地盘 学校不是个人家的私有财产 少整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两年 都喀那张桌子上睡觉 瞅瞅你那糟心的宇维成绩 眼下这不正好让叶宇维帮你补课吗 语文 还不是您教的 我作文能考二十分 已经尽力了 行了行了 你钱最大大了 那么能说呢 叶宇维啊 督促和尘汉的学业就交给你了 你们要互相帮助 知道不 嗯 叶宇维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好像一只猫啊 你是第一个 还没自我介绍呢 我叫何尘汉 米兰昆德拉那本不能承受之生命之轻的成 浩瀚宇终的汉 以后就承蒙叶兄多多关照啦 你是不是猫卢啊 怎么能这么说啊 我可是一名合格的禅师官 家里收养了只白猫 叫毛球 我每天早上 都要被我们家毛球压醒了 睁开眼就是他的屁股 我总觉得这张脸 都要被他压扁了 除此之外 毛球还特别温顺 整天就黏着你转 你话好多啊 初次见面 就得叶兄如此评价 是不是不太好啊 你看我们两个人 总得有一个人说话啊 不然高中这最后一年 生活也太枯燥了 看你这么冰山高冷的 肯定不能当捧根 我只能降低自己的身份 来当豆根了 但也不能都是我一个人全说 叶兄儿也可以复合几句的 复合不了 告辞 你们俩别说话了 咱们抓紧时间上课 叶宇维的作文 就给大家先读到这里 我已经把全文打印出来 贴在了知识角那里 感兴趣的可以过去多看看 也可以跟他私下多交流些 关于写作文的技巧 你也在追潜仓游艺的清小说啊 什么 不认识就算了 我是觉得你的文风 跟我喜欢的一个作者 超级像他 你简直就是在模仿他的风格 哦 我可是在夸你 给点反应好不好 多谢 你对了同桌的态度也太严格了吧 你已经是我有史以来 讲过最多话的同桌了 你应该稍微开心一下 你之前并没有同桌啊 从同桌扩展开来 你也绝对是我一天之中 讲过最多话的朋友 那你的朋友们 其实都挺幸运的 你以为 你其实是毒蛇属性的吧 作文看完了吗 看完了还我 不该 我慢慢看 哎 这个题已经咱们讲过很多遍了 还有人不会 那王友宏还有电话呢 你俩还错 是不是 还有王旭 王旭 啊 这题你也错了 哎 就讲最后一遍 哎 你会就会 不会就拉倒 哎 哎 你爱听不听 工资我照拿 哦 哎 哎 行 不压疼 哎 下课吧 哎 对不起啊 不小心就睡着了 下次你想睡觉的时候 跟我说 想靠哪里都行 没丢人 帮你占一个月图书馆的座 怎么样 行吧 你知道吗 浅藏游一的最新小事已经更新了 游一拓了几个月终于更新了 我还以为它消失了呢 没有浅藏游一的最新画看 我要死了 浅藏再不更新 我就准备要给它家里系刀片了 更新了 游一终于想起来它没有天文的大坑 我要给游一花钱 现在有个赏钱 我觉得浅藏游一可能不太想由你这样吃汗的出份 叶宇文 你这是忌妒 什么时候你能写出来跟游一样出彩 我肯定也给你刷宝单 无畏无斗米蛇腰 刷一年 成就 我想收回我说的话 晚了 叶宇文 这可是你说的啊 你一定要写啊 放心吧 游一的文笔太细腻太美好 我感觉自己恋爱了 你们家的猫是不是也恋爱了 你不说我才发现 难怪它整天喵喵叫的 有事没事蹭着我的大腿 可我它喵的也是个工的 真的啊 叶宇文 你也考虑考虑写个金小说出来吧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看的 写什么类型的 当然是恋爱题材啊 校园恋爱这种 游一写的就是少女漫画恋爱类型的 我一时在想 能写出如此纯情美好恋情的游一 在现实生活中 肯定也是非常之美少女啊 哎 不知道什么时候 游一才会搞线下听证会啊 恋爱题材的不擅长啊 艺术来源于生活 难道 你以为你至今都没谈过恋爱吗 我们是高中生 不能谈恋爱 没事 却美如我不也是单身至今 单身不可怕 难道以后就不单身了吗 要我说啊 单身就是一种常态 你平常心对待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单身还是一种优秀的习惯 单身久了 可能要考虑下是不是对性 性时的要求太高了 赵前孙礼 周无正王 叶兄 你应该找一心花的姑娘 写作文没见你这么多套路 全找叶兄坐在旁边 耳濡目染吗这不是 服了 叶某甘拜下风 无论 死我高 却以为怎么也不教教我 我靠 你也以为这小子嘴上说着什么不追潜藏游义的小说 居然连签名都已经搞到了 叛徒 你是不是跟潜藏游义 思想很好啊 怎么这么说 我都看到了 手狗都在你这里 你放我东西 我没有 是他不小心掉下来 我不信 可在同桌的情意上 变异游 你帮我搞个签名呗 我跟他不熟 能要的手狗的人跟游义关系肯定好呀 你就帮我也弄一个呗 以后你想要谁的签名 我四点就起来帮你排队 还负责合影 后期修图打印照片 一条龙送到你家 跑过我再说 叶宜文你等着 叶宜文我叫你起床一个月好不好 你就帮我搞一个签名就行 给你买一个月早点 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做你的辅助半个月 承包你所有的数学体验 叶宜文你可真是深藏不漏啊 一时兴起血的罢了 无形圈法最为致命 也以为啊 你是不知道多少宅男 如果知道浅仓游义是个男生 是该有多么心痛啊 无所谓 天理难容啊 对了 明天出模拟考试成绩 不知道叶兄会考第几名啊 明天见 就走了 都不等等我 那明天见啊 叶兄 考得如何呀 不在意 让我看看呗 不行 我去看看 不跟别人说 拒绝 看文科的 不看领科的 啥情况啊 难道叶兄这次发挥市场 没考好 不存在的 那你为啥不给我看 十三分 叶羽为你简直刷新了 我对数学成绩的认知 闭嘴 谁能想到 满级大佬屠杀新手 存在叶羽为的数学成绩 居然接近零分 我也会是无意的 原来是有意而为之 学习了 哎 我终于明白 为啥班主任 要让你坐我旁边了 原来不是想让你帮我 补习语文 而是想让我帮你 匡扶数学呀 那真是有劳班主任 费心了 不要小看四十六 这个数字 比十三高 这其实 已经是我考的 最高的语文分数了 有一次 我坐我跑题的时候 能考九分 你也刷新了 我的语文成绩的认知 你赢了 那不如 你送我本下次的签胜 我能让你十三后秒 多个一个零 哎呀 今天天气不错啊 不错了一兄 不如我们互相不息 共同进步 时间 一点 这周末 我家 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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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是叶雄来了 我刚刚才给你打过电话 好吧 那也是我这个开门的急事嘛 快进来吧 特写给你找好了 先给叶雄介绍一下 我家的猫 毛球 今年两岁了 喜欢吃小鱼干 和牛肉罐头 没事就喜欢往你腿上跳 尤其还打扰我学习 一玩游戏 就跳上桌子的踩我的键盘 导致我经常下一秒 就已经被别人KO了 你怎么说起猫来 没完没了 产事官都这样啊 玉玮 你没发现 这只猫 跟你很像吗 没觉得 哪里像 你看 就现在 特别像你睡着的时候 头上那几根不安分的毛 你观察得倒挺仔细 难道重点不是我偷看你睡觉吗 我已经故意避开了这个话题 没关系 反正你也看过我睡觉啊 我不是 我没有 你有 我都看见了 上次我睡觉的时候 你还偷偷帮我订书来着 我是想让你被老师看见 好点你的名字来回答问题 还有那一次 我睡着的时候 你干嘛也爬过来睡觉 你都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 眼前面对这么一张帅脸 差点就大叫了好吗 我何时在你旁边睡觉了 小伙子 嘴真硬 再说了 你睡得跟死猪一样沉 还能比我先行 你怎么知道 我睡觉很沉 我 我猜的 你偷看我睡觉 我没有 你偷看我睡觉 不可能 你偷看我睡觉 我没有 你偷看我睡觉 你瞎说 你偷看我睡觉 我明看的 你还是看了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 全班人都看到了 老师过来 还让我们别叫你 叶兄你太不仗义了 你都不叫我 行了行了 还补习不补习啊 都一个小时过去了 补补 现在立刻 马上就补 骑士是骗你的 谢宇文 我还记得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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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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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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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用潜仓游一的笔名写小说吗 这些可爱的女孩子大概不会想到其实潜仓游一的背后是个男生吧 我也曾经翻看过几顿的笔名写的笔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也曾经翻看过几页你写的东西 但说我对蚊子实在不感冒看了一圈就开始犯困转学之后的生活都还适应嘛 我现在有幸运过关系我现有空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说你这钱废游一呀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不再稀罕你的签名了 我没打算送你 我再也不会给你花钱了 你还说帮我刷一年的榜单 梦想就是拿来破灭的 枪头草 不过如此 我曾经以为 我曾经以为你是黑长池的美少女 让你失望了 我幻想你是我的梦中情人 让人作吼 我甚至为你贡献过我的灵魂 谁让你娶了一个 跟日本女友差不多的比面 那不是我娶的 是杜莎娶的 你拿来写东西 就是你的不对 我有罪行了吧 你拿来写东西就算了 还发表出来让我们看到 更是罪无可赦 那要不下次更新 先拿给你看 就你这个归宿更新 我选吃鸡 签名不要了 从现在开始 我也签了 我会记得过 我会说 你不懂的 就像是那种 我会说 你不懂的 就是这样 我会说 没有 我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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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 乖 这周要不去我家不习吧 没能带你上七哥下 我愧对叶阿姨啊 不行 上周才去的你家 这周该我家了 不能老是让阿姨一个人吗 感动中国 你想得也太周到了 哗哗哗哗哗 恶鱼的眼泪 叶阿姨 叶阿姨 您看叶宇威的数学成绩 是之前考试成绩的六倍布置呢 高亏的小哥帮我家叶宇威布袭了 真棒 今晚阿姨多买几个鸡腿 给你俩补补 妈 我想吃青菜 多吃点肉啊 你不过还是叶宇威厉 托我叶宇的功劳 我的语文成绩 终于及格了 你明明是之前懒的学 给你指点的时候 你全都混 小哥就是聪明啊 天生的 不像我家语文啊 从小就是一副呆呆的样子 活像一个树呆子 妈 你在外人面前都不是这样的 对 这可能得怪你爸 毕竟我也是一个文科生 偏偏你爸也讨厌数学 基因跟不上 你爸 你爸得背过 阿姨真的 中午比较困 你俩可以先午睡一会儿 起来了 一会儿再学习 跟叶宇同窗口指的这一天 终于来了 想你的烟 公鸡开嗓 看我干嘛 我只是觉得 你这么白 生一腿子的毛 似乎 不太和谐 我看你也挺白的 要不要我用剃须刀 帮你把毛全都剃了 你需要帮在下刮胡子 荣幸知智 来吧 不敢抢了未来嫂子的业务 你以为 我真觉得我没人要了 我也没人要 要不你来自我家的猫 我倒是能考虑考虑 你心里是只有猫了吧 喵 我总觉得你就像十个会爆发的野兽 我有那么可怕吗 不是吓人的程度 只是我感觉 飘忽不定 融幕不透 原来你在揣摩我的心思 我更宁愿去猜测一朵云 到底会不会下雨 你需要我的时候 就永远是晴天 睡吧 你睡另一头 也就是想吻我的臭脚鸭子 去洗脚 我睡不着 你睁着眼睛怎么会睡得着 我感觉 闭上眼睛 就能听见你的呼吸和心跳 叶宇威 你从未离我如此之近 近得就好像 伸手 就能抓住心情 我们同住三个月了 在学校的时候跟现在不同 现在是可以摸得到的意味 你又把我当你家的猫了 每次在这个时候 你总是拿毛球当借口 我对你来说 我就像一只猫一样 可有可无嘛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睡吧 叶宇威 其实你不知道 你身上 有夏天的味道 不同于猫的小鱼干着腥味 你身上 是树叶被烘干 散发出来的木香 是风果斜张脑的清香 以前坐在旁边的时候 闻到这个味道 我就想睡觉 现在 却怎么都睡不着了 你睡得这么香 我怎么能打扰你 杜莎昨天打电话说 今天来看你 你吃完饭准备一下去接他 他都没给我打电话 可能他跟我亲热血 知道了 火车站是吧 嗯 好 雨薇啊 你对何晨翰什么看法 什么意思 我看他聪明得很 不像是会需要补习的人 他 他就那样 你俩的这个补习 要不就宗旨吧 我觉得 你们不适合 不适合在一起 不适合在一起补习课业 你还是自己学习吧 你和他保持点距离 这样学习下去 可能会浪费时间 嗯 以后不要再带他来家里了 你这周也不允许去他家补习 好好待在家里复习就行 妈妈会给你做好吃的 嘿 雨薇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怎么还是那么白啊 羡慕死我了 太阳晒得少而已 我可不想听田径第一的 优质运动员 如此回答我啊 到高中就没跑了 哦 这样啊 没事嘛 高中学也忙 上大学也可以接着跑的 嗯 我肚子饿了 还没吃饭呢 想吃什么 不知道 想吃米饭还是面食 甜的还是咸的 火锅还是烤肉 叶宇维 你这致命三文出来 我的强迫症更严重了 打车去我家吃 我喜欢啊 垃圾食品 这个好 就知道你要吃这个 那你干嘛不早说啊 没营养 我喜欢啊 我喜欢啊 你跟姓何的发生的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可是一口一个成汗的 我有吗 你当然有 你说起他们家的猫 都能说半个小时啊 可怜你这个云阳猫 不晚期患者了 喜欢猫的男生 内心都住着天使 酸 心疼我的话费 差多少 我帮你交 算了算了 反正都是你打给我的 街厅免费 套路 跟你学的 从下个周开始 我就不去他家布袭了 为什么 差距太大 我不觉得这足以构成理由啊 还有他的路要走 我跟他不一样 你在躲着他吗 我没有 我躲他干嘛 这个只有你心里最清楚 是想要靠得更近一点 还是保持距离好一些 我总觉得他离我很近 但是坐在我旁边的时候 却又很远 像是在远近间 反复横跳 这种忽远忽近的迷离感 就让我失眠好几个晚上 我觉得 你们应该面谈一次 说出内心中的想法 那一天 他坐在公园的椅子上 认真专注地玩弄着手里的魔方 隧发滑下来 折住了部分眼睛 好像周围的风景 都不存在一般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模仿完成的刹那 嘴边勾起一个满意的笑容 像春天的镜子被打破 碎在他面前那片 没有波澜的湖里 却和他成为朋友 这种想法 第一次真实地冒了出来 这就是你突然转学 要去加冥高中的理由 是的 跟肥皂剧一样无聊 如果不能够跟他成为朋友 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你应该后悔的是 你抛弃你的发小 抛弃了和他一起毕业的日子 抛弃了和他同桌三年的美好时光 却转身追求别的男人 跟他做同桌 因为你的发小 特别记仇 我猜和沉浩并不知道 他的旁边到底做了一个 多么处心积虑 想和他嫁好的大魔王 他不知道 但结局挺好的 你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呀 丞翰 嗯 怎么了 嗯 没事 哦 你现在在哪 我在外面啊 哦 那你注意安全 我一个大男人 能有啥事啊 喂 你每天不照镜子的 啊 你不知道自己那张脸 到底有多帅吗 说个门很可能会被 来路不明的女生勾打 然后缠上你吗 太夸张了吧 那不是你吗 这么说被缠上 其实你很开心 莫名其妙 惯了 喂 喂 他给你打电话了呀 嗯 他是关心你 你要不要去找他玩啊 不用 今天你是主角 没摆给你吃那么多零食啊 没摆给你吃那么多零食啊 你今天咋了 我多动症 我多动症 说出来听听 叶某帮你分用 你是不是找你调的笔记啊 你是不是找你调的笔记啊 对啊 我找了一上午了 他落我家了 你对了 什么 我这周不去你家补习了 为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那我去你家 不行 你家藏人了 藏猫啊 那为啥 我想一个人学习一段时间 高三一会儿而过 我不想浪费时间 跟我在一起很浪费你的时间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想在你旁边看你学习还不行吗 你在我旁边我怎么学习 你在我旁边我都能学习 你今天早上的笔记都抄错行了 这是个意外 意外往往都是致命的 那只是因为我当时在想别的事情 上课你还要想什么 我在想你们家的洗衣粉 什么牌子的 闻起来真香 龙岩 哦 我要学习了 你安静会儿 哦 你以为已经三天没跟我说话了 他怎么能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话了 哦 特别发现除了他 我也是几乎不怎么跟其他人讲太多话了 我把我以后十年的话都说给他听了 他应该还我一点 分期来还 叶宇威昨天睡相不好 头发又乱了 开学一来只认识叶宇威了 现在叶宇威不理我 我刚跟谁玩啊 毛球都已经离不开你了 你怎么能狠心地不去看呢 我儿有那么重要吗 没有我陪着你补虚的未来 你要吗 叶宇威好像熬夜了 叶宇威是不是交了女朋友 不是说一个人要安静地学习一段时间 那个女的究竟是谁 叶宇威叶宇威你怎么了 找死你了 猫 可是谁也没有工的 捏 是 是的 我是何晨翰的老师 想和您说个事啊 这次何晨翰居然连他最拿手的数学都考得很烂 这在他三年来是从未有过的 何晨翰最近是有什么新事吗 晨翰在家里挺正常的 就是上个周叶雨薇没来我们家 我就问了他几句 他就突然跟我发脾气 好了我几声 之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再没出来 晨翰跟叶雨薇吵架了吗 他俩的补习计划我早有耳闻 叶雨薇的数学成绩确实提升了不少 我对这个计划也是支持的 哎呀 晨翰的雨薇也终于及格了 从前他俩形影不离的 去哪里都是在一起的 上课也是说说笑笑 关系非常好 这个周开始确实疏远了很多 那会不会是闹矛盾了呢 背不住啊 我看何晨翰啊也挺不好受的 好几次偷偷地看叶雨薇 似乎想说点什么 到最后又什么也没说 晨翰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吗 碰到了特别喜欢的好朋友 就不会说话了 想要靠近又不知道怎么相处 就在原地赤处 一个人纠结 我问他吧 他都不告诉我呢 你回去多开导开导他 现在正是关键时期 要把心思多用在学习上 哎 好嘞 我回去就跟他聊聊 问他发生了什么了 好的 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哎 好 谢谢老师 好的 再见 何妈妈 哎 再见 疯似啊 transitions 对 喂 您好 请问您是 叶妈妈好 我是何称翰的妈妈 关于何称翰和叶宇维 这两个孩子的一些事情 想找您聊一下 您中午时间方便吗 好的 贸然打扰叶妈妈 是想跟叶妈妈打听一下 我家儿子承翰跟叶宇维 是否发生了一些矛盾 这次承翰的考试成绩 非常不理想 可以说是他考的最差的一次 我到班主任那里打听 跟他说平时说话的 他们俩这个周几乎不怎么说话 我就想知道 叶宇维那边有没有跟您说什么 上个周 宇维怎么也没来我们家复习呢 我问了承翰几句 他还吼我呢 是我跟宇维说 让他不要去你们家的 为什么呢 自从他们俩补习以来 成绩确实进步了很多 可据我的观察 何称翰来我们家补习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再学习 跟宇维俩就是在那里玩 可能是承翰比较聪明 宇维稍微点拨几句 承翰就什么都会了 可是我们家宇维不同 宇维从小就不是那种 有天分的孩子 学什么都比较慢 他成绩好 只是因为他比常人 花了百分的心思在里面 他是踏踏迟迟 刻苦的孩子 我怕他一不小心松懈了 就坠入谁都拉不起的深渊 叶妈妈的担忧原来是这个呀 那叶妈妈其实大可以放心 宇维来我们家补习的时候啊 陈翰都是一直给他讲解的 两个人学起来的时候 能学一整天 吃饭菜都凉了 热了几遍才出来 我看得出来 他们俩是认真在学习 没有开小差的呀 而且最后两个人在若科上 不都是及格了吗 那确实 陈翰其实啊 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孤单的孩子 他吧 看起来笑嘻嘻的 其实内心哪 比谁都更渴望朋友 渴望爱 他只是不说 自从宇维来到我们家 我感觉有什么力量 将陈翰紧闭的心门打开了 那是他敞亮辉煌大门之后的 另一世暗门 陈翰呢 比以前开心了许多 宇维的话呀 也动了起来 我记得 宇维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总是几句客气话 现在几乎什么都说 宇维也开朗了不少啊 是吗 那孩子几乎不怎么跟我聊 学习以外的事情 是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那既然两个孩子相处如此融洽 我们又为什么非要去阻挠他们呢 这 这父母的决定啊 往往对孩子的先路历程 产生很大的影响 放任他们自由加以正确的引导 才是对孩子未来发展最有效的方式 在他们这个年纪吧 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思考 却想明白 我们大人强行帮他们抑制情感 只会适得其反 叶妈妈 您觉得呢 我再想想 叶宇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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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跟你说 现在说 现在不行啊 明天不行 现在没有气氛 你告白呀还需要气氛 那我等你 就十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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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